今天又来对岸路亚 还是从最近找到的几个出鱼的标点 开始做钓 最近这段时间 岸边的红尾已经泛滥成灾了 基本上每个能停船的小码头 都能遇到红尾榨水 我的路亚技术确实很菜 但是无奈 当地的资源太过分了 终于毫无钓技可言 假尔入水 停收就行 别问这是哪 你只要知道这里鱼很多就行 我看你会有什么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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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鱼还是蛮多的 刚刚那条没搞到 又脱钩了 这一天 死 一斤多 一斤多 這條好大火 這條很貴 看這個 這條有個一斤半 一斤半 絕對有一斤半 很多朋友說 小白你怎麼老是炸鮮 看根本就沒有炸鮮 我主要是喜歡這樣子把鮮拉出來 然後計算沉水的 都生了 這個縮貫中了一條 這就魚還可以啊 我們現在換個地方 這地方魚應該是全部散開了 受到驚嚇 就是釣這幾條魚 動靜太大了 哇靠 這就是真的打這條魚啊 看 聽我後面那位老奶奶說 他說這邊的果木比較多 像這枣枝樹啊 都沒人摘的 他說就這麼 就這樣子丟了 就這樣子丟了 他說我們可以載著吃 沒什麼事了 我問了老人家了 我們不是偷啊 哇這好香啊 嗯 嗯 我們是若果的都有嗎 是嗎 您是兩頂山啊 我不是兩頂山啊 不是兩頂山啊 要換兩頂山啊 要換兩頂山吧 看你還跑 應該就是到 中間哦 中間快到地址 中間快到地址